中华民国总统参议为 美国中议长麦卡锡的历史性会面 中共军事动作气势相较以往弱化 原因除了美军多艘航空母舰部署拘域振折 学者宋国诚观察 中共在战略转向 从武力恐吓转向结合外交债 与最低成本的法律战 攻击骚扰越过中线 穿搏巡航 企图所谓事实管辖现实 假系真做 创造现实 然后蚕食蔓延 法律战采取是什么东西呢 海洋包围岛屿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把台湾的全岛 纳入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讲白了叫法律强盗 创造继承的事实来抢劫台湾 并吞台湾 4月5号 中共福建海事局宣布 启动所谓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 宋国诚警告 中共2018年起就研究规划所谓海域造法 如今企图所谓海域执法 以片面实施至少三项法规 2020年8月 所谓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21年2月所谓海警法 同年9月所谓海上交通安全法 企图内海化台湾海峡 中国试图在未来创造一个叫做中国版本的海域管辖法律体系 它是在违反这个国际海航法公约有关于什么叫内水 什么叫林海 一种法律上既有的定义 它完全预议改写 按照它自己中国的需要的版本预议改写 同时它也违反了在2008年的时候 两岸其实有签署一个叫什么东西呢 海峡两岸海运协议 宋国诚指出 中共可能企图以所谓海上救奈 取地走私 海洋污染等理由 进行所谓执法管辖 对象包括 两岸间包括台湾的船舶 对支持台湾的第三方海上力量 甚至设置所谓禁航区 封锁台海 台湾海峡平均宽度约180公里 中共片面规定所谓禁海航区 50海里范围暗藏陷阱 所谓的禁海航区的话 我们这边算过去92.6 大陆算过来92.6 100把整个台湾海峡涵盖 虽然说台湾海峡的南口 有410多公里 可是它也是跟中共所宣称 它拥有主权管辖权的 九段线是并联在一起 它几乎把整个台湾海峡 从北中南 全部都涵盖成为中国的内海 不过这也将促使美国 日本等自由阵营 强化在台海的力量存在 反制中共 新唐亚太电视黄亮俭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导 我忘了 我忘了 我们下线 快走 我们下线 在这里